這隻蜘蛛蝦 朋友們好 放鴿子 今天天氣好起來了 出去嘍 早晨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們放出去 無論飛多久 這就是每天的必須工作 說實在的 我對他們飛一點都不抱希望的 像很多歌友他們都說 飛了兩個多小時我想也不敢想 他們現在不願飛 自從做完大條之後 飛得很不好 真的飛得很不好呢 我也不催他們 想著只要能回來就好了 加費不丟 順放能來 就滿足了 來下來了 來下來了 下來了 下來了 好 最近開家的歌子還是蠻給力的啊 都出去 也都能回來 聽嗎 妹妹我就為你們漂不漂亮吧 美不美 我這周邊的環境真的是沒話講 所以說那時候在這裡買房子是 值得的 家裡人都反對不讓我買在這邊 因為靠在路邊上嘛 特別是這個高速路 特別的炒 我小的時候是在火車路邊上長大的 都習慣了 現在是早上 還沒有很多人 其實我這邊也挺熱鬧的 其實我這邊也挺熱鬧的 空氣清新 很好的 有鴿子陪伴嗎 鴿子剛好在這個天空中飛翔 很有實意的 都有飛哪去了 還有幾個在這裡了 今天我往這邊窗戶這裡 這是我樓下這邊 然後往這邊一旁他們反而給立了 估計說我在這裡他們受到驚嚇了 飛遠了 這小鴿子 不能過於在這邊受到驚嚇讓他們 如果受到驚嚇的話 有可能會飛丟 看看飛得很不好 我們先從這邊撤離 其實小鴿子開家還是挺緊張的 哇塞 我這邊剛回來 他們都已經下來了 看看看 人家倒好 你還擔心著他們等一下飛丟似的 太不給力了 這把長得老大 你看這個 飛過之後有那麼累嗎 你說你怎麼捨得讓他們拼命的飛 這個是小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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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帶那個雙腳環呢 好了朋友們今天視頻就分享到這 這就是我的每天的養鴿日常 喜歡悠悠的視頻的朋友記得點贊關注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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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